台湾人才大量蹊径 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应该拥有丰厚的人才资源 接下来新闻要带您来了解 其实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 据中共喉舌新华网报道 中共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到2010年底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亿2000万人 高等教育入学率提高到30% 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达12.5% 但这名负责人承认 中国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不强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 他还表示 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也居世界首位 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留学生 滞留率平均达到87% 所以顶尖的人才在中国现在在大学里边 那个普遍的想法 你比如在福建大学 还有北京大学 那前几名都是要出国的 都是要出去的 那么为什么呢 这个非常明显的 就是中国这个教育啊 非常的落后 而且到处充满着这个洗脑的教育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还指出 中国的科研就业机制都很差 导致优秀人才出国成了主要目标 所以一流的学生都去了欧美 二流的也争相到发展中国家读书 而网民在网上分析 中国顶尖人才流失居全球之手的原因 结论是中国社会福利待遇不健全 无法与欧美媲美 官僚主义严重 封建思想残存 腐败贪污盛行 法治不健全等 华盛顿邮报也指出 某些回国人才 已成为无留学经历者歧视和嫉妒的牺牲品 最优秀的华裔专家 尤其是科技领域人才 还没有决定重返中国 因为许多华裔人才 不希望子女遭受中国 高考地域的折磨 不希望子女遭受光